好的那做到现在呢还不算完 那还有评论 除了评论呢 我们还需要点赞 点赞这个部分 我们都没有看到vote 现在这个vote这一部分 我们还没有做呢 好的那接下来 我们就做vote和评论 好的那在我们做点赞和评论之前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代码 重新给它规划一下 也不是重新规划 是把我们代码 全部给它封装一下 比如说模板 那现在我们所有页面的模板 它全部都在 我们的index.blade.php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之后的内容会越来越多 我们写的这个模板也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如果我们只放到一个文件的话 这个会变得非常的康长 大家找一个东西也会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based.js 它模板是从这个state里头调用 这个state provider 然后里头的template url 里头调用 这个template url 它会先检查我们 这个已有的模板里头 有没有这个tax ng template 然后它的id叫这个名字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home.tpl 它会检查 有没有一个id叫home.tpl的 然后它才查入 那如果没有的话 它才会去服务器去找 是吧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样呢 把我们所有的内容呢 这叫home.tpl 我们先找一下 home.tpl 在这里 是吧 也就是这个div 它是一个总的容器 是吧 把所有的tpl全部包含了 那我们把这个 给它写到一个 写到一个view里头 是吧 我们可以写到views 然后views里头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page 是吧 page page 好的 那这个page里头 我们给一个home吧 把home 我们给一个 先是一个php文件 是吧 然后home.blade.php 把里头内容全部删掉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home 里头所有的内容 全部占到这个里头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如果刷新手里的话 它就找不到了 是吧 如果刷新 它现在就会空 是吧 你看它找的是这个 我们把这个url从新标签下打开吧 open link in new tab 大家发现 它就开始从服务器去找这个home.tpl了 是吧 但是它这样找 肯定是找不到的 对吧 那我们要给它定义一个路由 httproutes 在这个routes底下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些路由 说rout rout 然后get 或者是tpl 然后怎样呢 page 然后home 是吧 怎样 我们就让它给一个方式 让它返回什么呢 return一个view 这个view名字就叫page 点home 是吧 我们试一下 那现在呢 除了这一步 我们还要把我们前端的这个state里头的template的url 它的内容给改掉 是吧 改成什么呢 就改成这个tpl的page home 是吧 好 我们刷新 在这里也是吧 刷新 这样又出来了 是吧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 它就多了一个home请求 这个home请求 它是动态的请求我们的这个页面 那这个home 我们如果在新标签下打开 大家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一个某本文件 是吧 我们看审查元素 我们去审查这个原代码 是吧 大家发现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写的那个home.tpl 是吧 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次它就变成了一种一步请求 而不是直接一次想法到这个我们的页面 是吧 那这个也一样 我们就说 底下这个呢 我们全都把它改掉吧 tpl page 然后就sign up 然后tpl page 点login 是吧 然后question add 是吧 question up 点tpl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叫question 杠 杠add吧 是吧 好的 那现在这些都有了 我们还没有去新建我们的routes和我们的某本 是吧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可以叫sign up 是吧 我们直接全部都改了吧 sign up 然后还有一个login 是吧 login 还有一个什么呢 question question add 是吧 我们到index里头 那现在呢 我们的home.tpl没有了 我们也删掉了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这个注册某本 注册某本呢 我们给这个新建一个文件吧 page 是吧 page.php 然后叫什么呢 这个sign up 点plate 点php 好的 我们把这个靠进来 然后除了这个页面 还有什么呢 login 是吧 把这个页面拷一下login 好了把里头内容删掉 那因为当前页面是login 是吧 到index里头去 这个sign up已经做完了 不需要了 这个是login 是吧 把这个login也拷一下 站到里头栏 然后把这个删掉 它最后也有一个questionnaire 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login 给它复制一下 叫什么呢 question -add 是吧 删掉 是吧 其实等于说是 做的是一个拷贝工作 但是其实这个工作 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因为我们不是说 只有这么几个页面 是吧 我们会越洗越多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放到一个index里头 是吧 稍微等一下 我还没有 这个有question-add 是吧 有了 question-add 然后粘到里头 然后这个标签呢 也可以删掉了 好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整个手页就非常简单 它其实只有一个导航栏 然后除了导航栏 那就是一个dyview 这样都可以了 我们刷新一下 测试一下 现在 好 现在没有问题 是吧 我们来点这个登出吧 先登出一下 然后回来 是登录 是吧 这个也没有问题 大家发现 它首先叫了一个老脸 是吧 老脸 然后我们到注册 它又发送了一个注册的请求 是吧 sign up 这个的请求 它其实是取模板 是吧 好的 好的 那小呼这一栏呢 小呼这一块 我们把这个logo这一块呢 可以给它一个uysref 是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点 刷新 这个点呢 嘿 看一下 没有这个点是吧 那就等于home吧 好 返回首页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现在模板我们这个重新组织完了 是吧 除了模板 我们现在还需要把我们的这些controller和service 包括directed指令 是吧 这些都要给它重新组织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base.js 现在是越写越长了 是吧 那我们后头还会写更多 那我们就需要给它分类 那模块的话 不要看起来那么乱 好的 我们新建一个js文件 第一个js文件呢 我们想想看 我们首先有什么呢 有user 是吧 user.js 那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组织为controller.js service.js 还有一个directed.js 或者filter.js 是吧 那其实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方式 我喜欢是按照一个实例的方式来吃数据 其实哪种方式都可以 是吧 但是我觉得按照实例的这种方式 是最符合我们的思维的 是吧 这种思维方式 好的 我们在user.js里头 新建一个module 是吧 就是angular.module 然后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把这个名字就叫做base.user 是吧 base.user 我们之后全都要用 是吧 base.user 那我们base.user 底下呢 就可以把我们之前写的这些service 是吧 全部给它拷过来 这里要有一个点 是吧 那还有一个signup controller 是吧 signup 这个也一样 是吧 好的 现在有两个部分了 还有login 那这个也一样 拷过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总的module 叫小呼 是吧 然后底下是一个config config下来有一个question service 是吧 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再组织一个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user呢 就叫什么呢 不叫base.user 就叫user吧 然后我们再给一个js文件 这个就叫question 是吧 question.js 是吧 那同样的 我们需要新建一个module 是吧 新建一个module 然后这个应该都是useStrict 是吧 之前那个没有加 我来加什么 user这里没有加 加上 angular module 是吧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呢 就叫question 是吧 question 存放所有跟question相关的 这第二个是一个空数组 是吧 存放和所有和question相关的这些模块 是吧 无论是service也好 controller也好 directive也好 这里呢 对吧 service 删掉 然后把这个给它添加上 然后还有一个question add controller 是吧 这个呢 也一样 这样我们查找起来也方便 是吧 可以通过文件去把它分类查找 还有一个timeline service 还有home controller 是吧 那这个timeline service 和home controller 放到哪里呢 还不知道是吧 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放到哪 对吧 因为它们并不属于某个确切的实例 那timeline里头包含着回答问题 如果说大家还有添加新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专栏文章 比如说还有一些推广 是吧 那这个的话就 比较综合了 是吧 那比较综合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什么里头呢 可以放到 再建一个js文件 叫comment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方审是吧 还是一样 use strict 这些工作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但是却非常重要 是吧 我们是肯定要做的 我们的项目啊 不停的在增长 是吧 它的一个体积 好的 现在它这里有报错 那是什么原因呢 use strict 我们这里没有写是吧 angular.mrg 是吧 然后这个名称就叫comment 是吧 然后空数多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这样 我们刷新一下 看有没有报错 它说报错了 是吧 就是说 question add controller is not function 跟undefined 是吧 它找不到这个 question add controller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是 我们把它分到不同的文件里去了 是吧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还要在首页中 把它所有的文件引入一下 是吧 除了base 我们还要引入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个 这个user是吧 首先有comment吧 然后是什么呢 user 然后是什么呢 question 文件光引入还不行 你得告诉angular 是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小胡 这个模块 是最先加载的模块 它等于说是一个根模块 那在根模块里头 我们就需要加载 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容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comment 它的这个模块名称叫comment 是吧 我们命名 这个模块名称和文件名称 是相同的 是吧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是吧 这个文件名 其实它文件名和模块名是相同的 啊 好的 现在我们刷新 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每个文件 它的体积都不是那么大了 对吧 而且它是分了模块 给人感觉非常清晰 是吧 question 是吧 还有一个user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模块分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开始怎样 做这个vote 是吧 做这个vote 好的 那这样以来 不管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大家感觉心里非常舒服 是吧 因为它分了模块 给人感觉那个代码也没有那么长了 查到起来也非常轻松 是吧 这是我们项目增长中的一个必须的环节